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月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菲律比书四章七节 让我们继续来思想关于平安的 这一个真理的意涵 那我们看见平安 其实不仅是环境状态的问题 人的心如果没有平安的确据跟力量 那平安总是非常容易失去的 那人要平安 其实需要对于自己的生存 生活乃至于生命的意义都能够有安全感 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就是关于生存的平安的实质意义 那么我们要平安 要生存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要能够不被挟制 所以在格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 那边说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事 我总不受它的挟制 那么格林多前书十章二三节又说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那么在前书六章十二节跟十章二三节 这两节经文的四个都可行 可以说是从奴仆的恶 释放的基督徒的自由 这是一个基督徒自由的宣告 就是其实我们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去做 但是我们一方面要知道我们是自由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思想 来帮助我们选择 第一个 但不都有益处 所说的益处 指得除了对自己的益处之外 应当延伸为彼此共同的益处 那但是还是都以 我都可行的我 作为利益的考量起点 那么第二个 但无论哪一件事 我总不受它的挟制 这边就是专指 我要把握自由的原则 就是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挟制 那么第三句重复了第一句 到了第四句 就是说但不都造就人 这就进入到 以别人的利益为考量的一个利益的层次 所以单就这两节经文来看 我们会看见 利人跟利己 在比重上可以说是一半一半 但是我们知道 爱人利他其实是自爱 或是利己的唯一真实有效的做法 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生命要怎么样是能够活得好 怎么样让自己能够进到一个好的状态 实际上耶稣基督给我们一条舍己的道路 这事实上是让人自己的生命 能够得自由释放 并且能够活得真正的美好 喜乐的一条真实的道路 那更进一步来说 任何一个人真实长远的利益 都必然只能够应征认识神 然后得到神的救恩 启示 荣耀 进而建立真实永恒的价值 那么如果我们以生存的安全层面所讨论的 那我们就知道 一个人要获制真正的平安 就必须要脱离死亡的阴影 得到永生的确据 否则在死亡的权势之下 是不可能有真正生存的平安的 然而让自己或是使别人得到益处 却都与爱神 荣耀神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所以保罗接着说 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然后他在33节又以自己为例 说就好像我 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叫他们得救 那这几节经文这样子排下来 我们会看见 想要活好自己 爱自己 这个想法其实是需要的 那但是我们却需要真实的认识 那怎么样才算活好 又怎么样活才能够把自己活好 我们看到如果 人只是雇自己 甚至于只雇自己的家人 只雇眼前的 只雇今生的事物 只雇外在的 只雇肉体的享受 那明显是没有办法让人真正活好 活快乐 一个人 要真实的活好自己 是需要让自己为荣耀神而行 为荣耀主而活 那么 显明于外的 就是愿意为他人的益处而活 因着神的律力跟恩典 使我们进入到一个 为他人的益处而活 使我们的生命得到真正的益处 就是永生的果效 那我们就看见真平安需要真自由 而真自由需要选择真正的益处 而真正的益处就是从爱神爱人而来的 所以这样一个脉络就让我们能够看见 其实平安的源头是自由 而自由的起点却是在真实的爱神敬畏神 使得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力量 去看见那个对我们生命真正有益处的 去看见那一条真正使我们得生得荣的道路 那愿神祝福每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今天面对每一件事情 我们愿意进入到这样一个 愿意去思想 什么样的事情是真正对自己 对他人 以及在神的面前 我们都能够站立得住的 一种行事为人的方式 上帝祝福每一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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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